他今天还是没有出门 他怕再伤了您的心 你呀 就别再拿外面那个女人的事来跟他闹了 最好是不闻不问 我不跟他说话 你这样恨他 你们夫妻的感情好得起来 恨在我心里 就算我想再做个好媳妇 也改变不了我的心 娘 您强迫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他好起来了 你既然都这样说了 我也知道怎么好办事了 这个你也先拿着 这 这是你上次在医院店的医药费 我说过我要还给你的 这可是我从家里偷偷弄出来的 周晴 你就收下吧 啊 剩下的钱啊 你就给他们母子增加些营养 但是你不要跟他说啊 别让他以为 他可以从我们家拿到钱 怎么 你大娘就真的对他们母子不闻不问了 我大哥这次雷家出走 我娘伤透了心 反正我娘啊 肯定是不会承认金凤母子的 他呢 也肯定不会让我大哥再经手前了 我大哥想怎么着 随他变了 你说也怪啊 我娘现在不关我大哥了 我大哥反倒不去看金小姐了 他俩那天是不是吵架了 这事你应该去问你大哥 我问他了 他不说呀 我就知道 爱个妈妈 他那天半死闹了半天 结果没钱 就是没戏 这下金小姐 可以放心地离开这儿了 没有钱 他走不了 还走不了 他这不仅是要拖垮你们家 关键我怎么向我大娘 提咱们的婚事啊 我跟你说 不许你拿我的中山大师开玩笑 我真的是想娶你 我希望我大娘能够接受你 重点是我不接受你大娘 更不接受你 你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你说 我可以改 你呀 第一就是你的脸皮太厚 第二就是你这张嘴巴太不正体 第三嘛 就是你那豆腐脑袋 鬼主意太多 你还笑 我说你从上到下 没有一处叫我喜欢的 你还开心啊 我当然开心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已经在你的心里 你会经常想到我 你才会把我分析得如此之透彻 周青小姐 别总给自己一大堆不喜欢我的理由 我知道 你就是不敢喜欢我 我说的没错吧 知道就好 像你这么厚脸皮的 谁敢喜欢 而且我还告诉你 像你这么油嘴滑舌 爱占人便宜的 根本就不会有女孩子喜欢你的 你要我认真 我可以告诉你 我对你早就认真了 我是怕 我怕我太过认真 会吓跑你 我怕我太过认真 我怕我太过认真 会吓跑你 他真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喜欢你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箱子是什么呀 不知道呢 打开看看 小心点 好嘞好 大少奶奶 这些都是从苏州用回来的那些 正在整理呢 那箱是我的 其他的 全搬到书房去 这些可都是大少爷的衣服啊 叫他们搬一个五斗柜去 还有 我房里他所有的衣服 全部搬过去 别让他的东西 留在我的房里 我让你们分床睡了 你把他的东西都丢到书房里头 一个院子里都见不着面 你到底还管他不管了 娘 您都管不住他了 您就别指望我了 你还管他 你这还是什么媳妇 有这么跟娘顶嘴的吗 太没有分寸了 我和你娘 是可怜你忍着你 你要是再不像话 我们就把绿香提拔上来 做妾 看以后谁还伺候你 他要娶几个 我都不在乎 他要娶几个 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做好人的话 请你们饶过绿香吧 别让他跟我受同样的罪 放心 不会是绿香 我要给他娶一个 能管得住他的小老婆 谁啊 那个娇叔先生 那个女人更不笑话了 怎么能娶进屋呢 大哥 你去跟娘说你不要呀 我的事 什么时候我能说话 这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是那个娇叔先生 他可一直跟我们作对呀 他要是能进我们江家 就不会再收容那个野女人喽 哦 你的意思是 要挑拨离间他们 那个武女欠他那么多恩情 也就不会再不要脸的去死缠着达天了 你俩 这个人也不扭习了 那我没想到 这个人都不扭习了 我都不扭习了 你不扭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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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扭习了 而我又跟您说过 我要娶她 您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安排 让您两个儿子心里不痛快 你要娶她 我说了 你不能娶那个女孩 她没个家世背景的 要不是你哥哥现在没办法了 我都不会考虑到她 我娶媳妇 只娶我自己喜欢的 不需要什么家世背景 当然要家世背景啊 我堂堂江家二少爷 还需要靠媳妇的家世背景做什么 我要 你娘要 江家要 我们这孤儿寡母的 最难的就是外边的人脉关系 当初你大哥就是娶得勉强 所以你的婚事 必须攀大出一个重要的关系来 你也知道 这些年绸布庄的生意越做越难 光靠这个百年老店能支撑多久 绸布庄的生意早就该改个方式经营了 娘 时代不同了 现在谁还买布回家做衣服 现在上海有很多大型的绸布庄 早就改成了卖成衣给洋服了 还不死心 还提 这个店都经营得不好 你还想拿钱到上海去开分店 先前你们兄弟两个 分一个去上海试试看还有可能 现在还怎么顾得了两头啊 绸布庄的生意 您让哥哥一个人看就绰绰有余了 您非让我们两个人共同守着 哥哥没有责任感 我又无聊 娘 您不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思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安排谁取谁 不准谁取谁 那就得照着你的意愿去了 这个家生意怎么做你有想法 这个家取谁你有想法 这个家取谁你有想法 你得照着你的意愿去了 你得照着你的意愿去了 这个家生意怎么做你有想法 我们当娘的要是不听 就是违抗你们 强惑你们 你别啰嗦了 快听你大娘的 把外面那个女人给收进门 我不去 我喜欢她 你们让我去告诉她 把她嫁给我大哥 我打死都不去 站住 你敢掉头就走 如果周情要进江家 娶她的人一定是我 你休想 我跟你说清楚了 不许你再开口说要娶她 你娘和我都不会答应的 你为什么不准我娶她 你还敢说 你犯了你 你回来 你回来 不必了 这孩子从来就没有这么不听话过 我是想把她给叫回来 你好好训训她 让她死了这条心 哼 要她死心呢 就得更快地把那个焦叔先生说给答天 这事儿 得绕开她 我爹给我介绍的 我爹给我介绍的 还是个女学生啊 去年才毕业 不得爱说话 人挺乖的 你们见过了 就上个礼拜天 我爹带我去他们家吃饭 我跟她没有话说 就 就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个礼拜 还要跟她去逛公园 怎么办呀 刘和谦 你要是不喜欢她 就别约她 太风银行 您好 新莲小姐 是啊是啊 好久不见了 我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还有什么地方不懂了吗 你说得很明白 我都看懂了 我是听你说 那个大王豪雨果 好像很有意思 她的书我都没看过 所以我想找你借她的书 你怎么还找她借书啊 没问题 我明天就带过来 然后中午就送到 你们店里去好不好 好啊 不过 你要说是借给我哥哥的 喂 好 我让她来听 周晴 那个无赖要找你 说是有重要的事 哎 你怎么把电话给挂了 我和新莲小姐还没聊完呢 新莲喜欢你 你没感觉吗 不让我 tal 你先带着一下 我过去 你还要乎你 我自己在乎你 哪有 dilemma 你有什么事情 您知道不可能 您还提 他当然得生气了 我们这个家的人 喜欢谁都没用 最后还不是得娘做主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电话 借书 写信 说呀 你是不是喜欢刘和谦了 你就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你们都知道他喜欢我 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现在告诉你也不晚 以后不准再给我妹妹写信 他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准再接 电话就放在桌上 我能误解吗 我发现你们家人真是奇怪 自己的事都管不好 还要管别人的事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难怪你妹妹说你们家 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刘和谦 我警告你 你警告什么呀 刘和谦 刘和谦 你喜不喜欢新莲 你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喜欢 你就今天当着江大海的面 跟他说清楚 要不然 你就不好再见新莲了 也不好再写信了 再这样会害了他的 我不想让他说清楚 我不想让他说清楚 我是不会同意他跟我妹妹谈情说爱的 如果他们彼此喜欢 有什么不好 他们刘家开的茶楼是镇上最大的 住的也是大宅子 他父亲也到处在投资生意 要家底有家底 要门第有门第 难道你娘还会嫌弃不成 那也不能自由恋爱啊 我妹妹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大家闺秀 没有双方家长的同意 他们私下里来往 写信 谈恋爱 这叫什么 这叫私定终身 你要害我妹妹明节不保啊 都什么时代了 你怎么这么古板 什么时代都一样 我告诉你啊 在我们姜家 我们做儿女的婚姻大事 都听我娘一个人的 她让新莲嫁给谁 新莲就得嫁给谁 新莲喜欢你 没用 不能改变我大娘的决定 知道吗 那你说你喜欢我 还说要追求我 既然你们的婚事 只能听你娘的 就请你以后 不要再死皮赖脸的 哪些不正经的话来戏怒我 不正经的话 现在在说我妹妹的事情 别把咱们的事 扯进来 有什么不同吗 你娘的决定 谁敢说不吗 你妹妹是大家归宿 不能随便谈恋爱 我就能 在你的眼里 我就能随便的 让你说这些话 来戏怒我吗 周晴 我对你是真心诚意的 可我只看到了 你的有嘴花生 根本看不到 你所谓的什么真心 你们姜家少爷 只会嘴上谈感情 只会害人为你们 伤心一辈子 周晴 你说说你 你太过分了 你能喜欢别人 你妹妹就不能喜欢 你能追周晴 我就不能追你妹妹 你敢追她试试 我总贬你 你听我 你听我